市建局變迫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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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環保祝國成員 去到市建局請願 反對政府降低需求主導 重建項目的收購門檻 現在他想放寬 需求主導的計劃 去到整個大地盤 足夠八成就可以 我們認為放寬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們認為 應該維持每個地段 都要超過八成才可以 進行啟動 重建程序 因為我們覺得每個地段的業主 都要有足夠的私有 產權的保護才可以 令到他們的私有 產權受到保障 他又批評市建局早前 啟動需求主導項目的時候 出口術向大角咀 一個單位業主施壓 業主最後被迫搬遷 做法欠缺公穩 另外 事件局將重建後的住宅 以豪宅價格出售 一般市民難以負擔 沒有照顧公眾利益 要求事件局檢討定價政策 香港寬頻電視機 蔡鵬樂言報導 謝謝 市民難以為 開設 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